数十年来 瑞典和芬兰大部分的民众都坚持远离军事联盟政策 但是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后 引发北欧两个国家的政策急转弯 在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 瑞典也扫除了障碍 正式加盟北约成为第32个成员国 为期两天的北约领导人峰会 星期二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登场 由于东欧战事不见消停迹象 各国在这个非常时期 谈论瑞典或乌克兰的加盟问题 都将考验北约的团结 就在各级关注峰会动向之际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日宣布 土耳其已经同意让瑞典加入北约 特约尔滴贝格10日宣布 斯托尔滕贝格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同意尽快将瑞典的入约议定书 提交给土耳其议会 并将和议会密切合作 以确保入约议定书通关 瑞典方面 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 将会提出一份继续打击 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路线图 并会在加入北约之后 和土耳其开展双边反恐合作 随着芬兰和瑞典相继加盟北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要求西方国家领导人 就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 发出明确信号 包括获得成员资格的算法 尽可能清晰和快速 虽然北约成员国同意基辅 不能在俄乌战争期间加入北约 但他们对于战后 乌克兰加盟的速度和条件存在分歧 美国和德国等国家担心 可能会将北约卷入军事冲突 引发全球战争 东欧战事爆发后 瑞典和芬兰去年5月同时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的申请今年4月 获得所有成员国亮绿灯通过 但土耳其和匈牙利 当时并没有批准瑞典的申请 随着瑞典闯关成功 目前北约成员国的数量已经达到32个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